一 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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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哥 看你們的了 看你們的好 好 站你的福氣 加油 炸爆成長 我們這怎麼炸了 情感 接下來我們即將登場的 是架半場的最後一個舞臺 就是蘇友鵬 仁仙奇同盟 而同樣他們的兩位 推薦人也已經就位了 有請我們的雙霸組合再次登臺 大家好 久等了 久等了 你們好 兩位隊長 真的是有頭有尾 開局是咱們開的 收尾咱們再給它收住 這收尾怎麼收 給大家介紹介紹 今天接下來要帶的歌曲 是蠻特別的 是友鵬跟我還有林峰 我們所成長的地方 所通用的語言 閩南語 歌名叫做阿嬤的話 大家知道阿嬤在閩南語裡面代表什麼嗎 是的 是奶奶也可以是外婆的意思 這首歌 她講的是小時候阿嬤最疼我 阿嬤希望我好好念書 能做個有用的人 但當我長大 我認真努力一井還鄉之後 阿嬤卻不在了 歌裡面充滿了對阿嬤的 深深的呼喚還有思念 我想 Machia-Sama 哥哥 一說到阿嬤的話 你們自己內心 記住最深的一個場景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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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啊 我小時候我大姑會彈鋼琴 我在那裡唱歌 我奶奶就會坐在床邊 聽著我唱歌 身處在那個井裡面 其實已經有回到那時候的那個感覺 阿嬤 阿嬤她很愛 很愛音樂 也很喜歡跳舞 但是每次阿嬤讓我彈鋼琴 或者是唱歌都覺得 就挺不情願的 那時候覺得有點 不好意思 尷尬 但是現在完全明白 他們內心的快樂 會明白作為長輩 看到你的表演 心中的那種滿足感 但有時候失去的時間 就失去了 你很難再找回來 就很想阿嬤 真的很想阿嬤 我外婆嘛 跟我媽一樣有點大冰臉 然後 你講得好清晰 突然就出現在這裡 好清晰 鼻子並不特別高 可是眉毛 眉毛很高 她特別以我為傲 我每次回去看到我都會特別開心 阿嬤啊 還有點口音這樣 電視上還有重播你的什麼什麼什麼 她也說不太出來 可是就是電視上就是看到我了 阿嬤 教隊成名之後 我就乾脆去住了 一年可能也就見一兩次吧 等我比較有時間的時候 她其實已經有老年痴呆了 每次過年回去看她 就記性越來越差 然後到最後一次 大概就是 也就三十秒 她就會不記得 阿鵬回來過了 阿鵬就忘了這件事 這歌詞我比較感觸多 是因為她前面描述的是 我小時候的情景 我外婆會帶我去一個丟致園 他們會發糖果 然後就會拿個糖果給我吃 我會在那邊玩 然後 我的捉迷場是在她的帳裡 因為我不知道死亡是什麼 我以為她睡著我 我記得她的背影 我休息 小時候我阿嬤的家 到街上的一個幼稚園 那條路 我一直都記得很深刻 她會帶著我走 然後要經過一個平交道 火車會來的時候 會把柵欄放下來 阿鵬陪我坐在那等火車經過的時候 我都會猜左邊來的 還是右邊來的 她送我回去之後 她叫我自己走 然後自己走回家的那個 那條田梗的小路 她就說了一個包頭 走路有點駝 有點滿山 我甚至一張照片都沒有 所以對我來說 可能是很遺憾吧 如果世界萬物都可以再借一次嗎 你最想借的是什麼呢 那借我一點時間吧 我覺得時間是最難 最公平的 你可以擁有它 但是你很容易就失去它 但你為這寧可惡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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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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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